音樂 你的是我的是 都是新北市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那麼新北市立美術館即將開幕 同時螢iner 也迎來了2023台灣設計展 就會在鋅哥市立美術館的周邊請 要來舉行 那麼為了要加大整個一個活動的一個量能 其實在我們鷹哥呢 有推動了這個陶瓷產地開放日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活動內容到底有什麼 要帶大家怎麼樣來深入認識 鷹哥陶瓷文化以及鷹哥陶瓷的特色呢 那麼在今天節目當中 為大家邀請了幾位來賓 跟大家一起來做介紹來做分享 那麼首先來介紹的是在我左手邊這一位呢 哇 他是我們這個新旺吉祠的營運長 許士剛 士剛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新旺吉祠的營運長 我叫許士剛 那我也是陶瓷瓦代代合作會的常務監視 謝謝大家 是 那麼在我右手邊這一位呢 是我們新太原王生 大家好 我是新太原的執行長王生 那我現在也是陶瓷瓦代代合作會的祕書長 謝謝大家 再介紹的是我們台華瑤 鷹哥故宮呂家瑋 觀眾好 我是台華瑤第二代 同時也是陶瓦的營運長呂家瑋 那我現在也兼任 新北市陶瓷瓦代代合作會的理事長 是 其實今天這三位要特別介紹一下 怎麼說呢 他們在這個陶瓷的產業的過程當中 雖然現在不是那個所謂的霸道總裁 但至少都是那個第二代對不對 繼承者們 大家說的這個繼承者們 所以其實在他們肩上也背負著很多的一個責任嘛 為了要鷹哥陶瓷的一個推動 那麼首先呢我想要先請教這個 家瑋是不是來跟我們談一下 其實 呃 台花瑤大家都稱他是這個鷹哥故宮對不對 其實在鷹哥的一個 陶瓷產業發展過程當中 他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跟地位 尤其他走的是藝術的這個部分 藝術詞的這個部分 那您從小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你有曾經看過我們鷹哥陶瓷的一個新盛的一個時期 那以及你覺得目前我們鷹哥陶瓷是不是面臨到什麼樣的一個轉型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我出社的時候 那時候是1980年代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算是鷹哥 他陶瓷蓬勃發展最高峰的時刻 那其實那時候我的印象中 就是小時候就看到是說 其實家門口基本上都是貨櫃車 在等著我們的東西出搖 然後就上貨櫃 然後就準備運到國外去 那因為以前我們剛 公司剛創立的時候 我們是做代工陶瓷 那是做白紙彩繪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的市場 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 銷售給國外的歐美市場 甚至說可能是送到香港 他們在製作加工 然後用更高的價錢 然後去賣到國外去這樣子 可是在90年代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其實鷹哥的陶瓷市場 瞬間沒落下來 那我們其實那時候開始轉型 做我們自己的品牌 做我們自己的藝術陶瓷 所以我覺得鷹哥 我們其實 我們也不能再單打獨鬥 我們必須要一同合作 然後做出一些新的產品 甚至說用產地艦隊的概念 然後開發產品這樣子 然後就是不要只是說人家想到鷹哥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廉價的陶瓷 對我希望塑造出大家覺得鷹哥 就是一個很有質感 很有時尚感的陶瓷的城鎮這樣 其實他鷹哥陶瓷最興盛的時候 真的是做什麼都大賣對不對 那再來請教這個王生 來跟我們談一下 因為心態源 他最讓人家知道的就是這個貼花 花紙對不對 現在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應該是在於說 我們過去像剛剛家瑋說的 我們過去都是做外銷巨多 那我們工廠90%的花紙都是外銷的 外銷當然就是像剛剛說的 都是貨櫃的量 那現在因為 大陸的技術純熟起來了 然後導致我們蠻多工廠遷移到外地去 那我們的整個產量就降低了 降低了之後 在我們本地使用轉應值的量相對就減少了 那我們遇到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應該說潮流的問題 它變成像 這個轉應值有點走向那種 快潮流的節奏 所有的東西都是客製化 少量多樣 對那對我們在印大量的東西來說的時候 它是一個比較 會變成比較繁雜 因為很多重複的動作 我們是要一直去做的 那不像我們以前就是 做了一套網版出來 我們可能就印個幾萬張 幾萬張出去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就是印個100張200張 我們就要整套換掉 就是跟著時代的潮流走 會變成有點 我們陶瓷要接軌這個快時上 是有一個困難度存在 對那現在遇到的困難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少量多樣 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的困難 因為應該說現在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取代說 做轉應花紙的用方式 但是這個有技術上層面的局限 它只能目前就像UV印刷 或者熱轉應 它比較能用到都是比較平面的東西 就是攤開還是平面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很多造型 是比較奇形怪狀 YC扭發這種東西 它還是得用人工的方式去做貼花 那這種東西它就沒有辦法去 用快速的方式直接貼上去 所以那個全部都還是得用印花的方式 那就是這樣子 現在就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機器也取代不了 對那我們就是又遇到量少的問題 那我們在找新的夥伴加入 我們也遇到這個狀況 因為做貼花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沒有這麼應該說比較貧乏的工作 就是比較無趣一點 就是一直重複的動作 對所以說很多人是年輕人是待不住的 對 這也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但其實很多鷹哥人 鷹哥現在的一些長輩 包含我這個年齡層以上的 其實大家以前也是靠這個貼花紙 對然後在養家活口的對不對 那種代工的很多 包含了接下來馬上要講到的這個 陶瓷的這個部分 像那個地磚有沒有 陶瓷磚 我們還在做馬賽克 那個我們小時候都做過 所以接下來請那個 也是請士康這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小時候 我家就是在工廠樓上 那小時候印象就是那種最興盛的時代 就是 基本上我們家搖是20小時沒有停過 所以你小時候一直會到過年除夕 還是大年初一那幾天才會突然覺得 怎麼突然一個聲音不見了 因為樓下都是在運作那個搖爐的聲音 然後突然一個聲音不見 就覺得突然很不習慣 對那時候是 小時候的話就會印象 我們都會在那個 因為我們自己就從做土 然後到做乾粉 到鴨 到那個成型 全部都是一個廠 全部自動化完成 所以小時候我們家就有那個土場 土場就會在裡面玩 就會跟我的堂哥 堂弟 表哥 表弟 在那一丘一丘的土地裡面玩 所以那是小時候的印象 那時候最興盛的時候 我們家的員工蠻多的 那時候一下去大概幾十個 一百個吧 那時候看他們都在包裝 然後外面就是大卡車 就是等著載貨走 像印鈔票一樣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是那樣 那是屬於爸爸的年代 但是你們現在辛苦了 現在就 隨著大家那種 很多的產業的外移 你看剛剛說 1990年代後 很多工廠跑去大陸 所以也會發現 其實產業要沒落 其實是很快 很快 但是現在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已經轉型到 從觀光椅再上去 現在其實基本上都是走向 很新的一種體驗經濟的一個時代 所以我覺得以前可能單純做產品的方式 可能也不是唯一的一個方法 所以現在一定要搭配很多大家互相結盟 然後一起做一些更多體驗式的一個設計的活動 大家才會吸引進來 音歌 然後再認識音歌這樣子 所以就像家瑋剛剛講的 現在已經不是那種單打獨鬥了 一定要彼此結合起來 尤其你們這些二代的來講的話 應該彼此都有一些共識嘛對不對 所以你們還為了這個成立的一個協會 是 其實我們成立這個協會的話也是因為 所以2020年那時候就是剛好台灣設計院 剛好在音歌就是 應該是算他們去示範 第一個成立做T22的計劃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這個計劃算是蠻成功的 然後他們算是一個產地振興的計劃 所以當時候其實他們找了幾十家 算音歌的本土產業 然後來幫這些產業上課 然後來做產品開發 然後做工廠改造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 後來就是在這個計劃之後 我們有六個廠商 就是這個我們取得一個共識 就覺得我們六家 我們都希望讓音歌變得更好 我們希望音歌可以再次蓬勃起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我們在隔年 我們又去申請了經濟部SBTR的計劃 然後再去做更深入的產地振興的計劃這樣子 所以又包含了這些我們又去幫三個米奇林餐廳 做他們的餐具的開發 然後同時也是在2022年 我們也是利用SBTR計劃 我們辦了我們第一次的產地開放日 那產地開放日我們最需要的就是說 讓全台灣的人去了解說 音歌這些產業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技術迷人的地方在什麼 那這些其實比較短程的希望是說 讓台灣人可以認識音歌的特色 可是長城計劃我們是希望說 其實讓大家了解產業的魅力 然後音歌本地的年輕人可以願意留下來 看到我們產業未來是有希望的 他覺得他這個產業 而不是說他們可能大學畢業之後 他們就離開音歌到外地去工作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留不住年輕人的話 我們未來產業也會慢慢的萎縮掉 那其實音歌現在是有一個很健全的供應鏈 可是當有一天的話 年輕人不在的時候 這些供應鏈斷掉的話 我們每一個本身的產業 其實都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很難再去找替代的供應商 然後來維持我們產業 供應鏈的完整性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辦就是產業開放日 然後到今年3月成立協會的話 就是也就是去聚集更多 就是有跟我們共同有同樣想法的人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讓音歌可以更美好這樣 所以從去年第一屆算是6家 核心6家 然後我們有找一些願意參與的廠商 那今年有在成長 對今年有在 因為像去年的店家 加起來是大概快30家 然後今年光限定店家 就已經48家這樣子 我們就是有慢慢成長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怎麼講 一個開始啦 一個開始 就是透過你們年輕人的 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來去做一個整合就對了 所以剛剛其實我們講到說 產地開放日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印象當中 工廠一般不是都不給人家看嗎 因為它有一些機密 你們這樣子會不會有什麼 秘密被人家知道 秘方被人家知道 其實工廠的部分是這樣的 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真的接觸的人會覺得 我們的工廠還是像以前一樣 就是大家進去會搞得灰頭土臉的出來 有滿身大汗 但其實我們現在的工廠 大部分都是整理過後的 然後甚至有的工廠有冷氣啊 環境其實都很不錯 對 那我們也是嘗試想說 去改變工廠的整個環境 可以讓除了讓現有的夥伴們 可以有更好的工作環境之外 也是希望讓大家來 在我們工廠裡面看過的 然後就覺得 其實我們也是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可以offer給大家來參與 然後剛剛主持人說的就是 怕讓人家看見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 怕人家知道了 但是技術都很成熟 以前大家其實是資訊不流通的時代 那現在其實我們已經不是 跟旁邊的夥伴們競爭了 我們現在都是在跟國際的舞台 還在做競爭 那所有的資訊透過網路 其實都非常流通 那你在不管任何技術上 其實在網路上都會有些許的資訊 但是我們開放工廠建學 其實主要是讓大家可以進來看到 我們是在各個製作的流程中 我們花了多少的心思跟心血 然後去把所有的步驟一個一個完善 然後從零到有把一些作品做出來 然後也是希望透過這些過程 然後大家可以從我們作品中 感受到我們各個廠商 然後工廠每個夥伴做出來 成品的那種心血 對我們是為了要展現那個 我們職人的工藝 所以在工廠建學這個部分 大家是會去心態源這邊 了解這個轉應的一個技術體驗 其實像我們心態源來說是 會讓大家體驗到可以嘗試印刷 真的是親手下去做印刷 然後去做一些右下採的體驗 那像台華他們是有右上採的採繪記憶的體驗 那興旺這邊也是有靈幼的體驗 那我們有非常多的夥伴 每個場域提供的體驗都是不一樣的 那甚至我們今年有合力酒廠的加入 他們可以體驗做勤酒的體驗 那我們還有一個惠星國際 他們是專門做包模的 就是室內裝潢的包模 那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體驗項目可以去感受 對那是今年是這樣 因為像去年惠星也是還沒有加入 那今年他加入了 那當然希望我們明年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工廠願意加入我們 然後可以讓鷹哥變得更有趣 因為鷹哥其實不是只有陶瓷產業的存在 他有非常多的產業在 是沒錯 所以在工廠建學的這個部分 有這麼多家可以讓大家去認識 去做了解 那其實在今年的一個產地開放 它其實就是七個主題 然後呢工廠建學其實就是其中一項 那接下來士剛這邊是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其他哪些主題 我們現在就是剛講到工廠建學 那我們是去年就有辦 然後今年是擴大 那再來今年我們很特別的 我就介紹一個是我們的鷹哥宴的部分 那鷹哥宴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次特別找設計顧問 然後他也有一個很棒的料理設計團隊 那他是運用我們鷹哥在地的各項的食材 譬如說像鷹哥有那個最著名的是那個豆皮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很多的那個有機蔬菜的小農 然後還有一些像我們三峽 三陰版就一家嘛 三峽的黑豬肉也有入菜 然後還有三峽的碧羅春的茶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剛說 我們鷹哥有一個這個唯一的酒廠 它有這個威士忌啦 美酒 那這次我們選到的是用它的烏龍茶美酒 來當作我們的飲品這樣子 那除了料理是用當地的以外 那當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鷹哥陶瓷 那所以我們這次鷹哥陶瓷也是專門 就是為整桌的這個鷹哥宴 去打造這樣的餐具 特別設計 對 特別的餐具 那像那個我們就 都是端出我們可以送到那個 米其林餐廳等級的餐具的設計 全部入在我們鷹哥宴的菜裡面這樣子 所以大家來體驗的時候 所以可以吃到我們一些當地的食材 而經過料理設計師的魔法 做得非常有一點Find Diner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鷹哥的陶瓷 可以看到鷹哥手作的陶瓷或是量產的瓷器 還有上面的貼花的一個工藝技術 然後整個氛圍其實都非常棒 其實好的食器能夠為那個食物加分很多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還沒嘗到它 第一眼看到就是它整個一個擺盤裝飾 哇 看起來就特別的一個好食物 因為現在都先餵手機嘛 哇 那個拍攝的感覺就不一樣 對 真的是很加分 所以這是屬於鷹哥桌煙的一個部分 好像聽說是在棋樓啊 對對對 哇 在棋樓吃飯這也是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就是那個紅磚棋樓 在我們那個重慶街老街桃館的那個棋樓 那整個氛圍就很棒 然後加上我們每一桌都有一個花藝 也是我們這邊老街的店家 一個一個女生開的那個花藝店 他就專門幫我們做這個花藝的設計 那這個一定要事先先報名要定位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網路上在那個Pincoi平台 對 開放定位 那基本上位置已經快要被搶光了 數量有限就對了啦 數量有限 對對對對 大家動作要快 要快要快 對 那家瑋是不是在跟我們介紹一下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個主題比較特別的 那像我剛才講就是說 今年有48個限定店家 那限定店家的時候就是 他其實我們在上面可以做 到我們店家去做參觀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一個極點動作 那其實我們是說其實到了10個店家之後 就可以跟我們約換一個神秘小禮物這樣子 那除了限定店家之後 我們還有我們的 今年有一個特別的導覽行程 就是說我們總共有6個導覽路線 那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到我們的鷹哥 然後來做一個參觀 那會由鷹哥當地的在地導遊 帶著我們的民眾 那用突破的方式 然後去了解鷹哥 包括了一些鷹哥的古蹟 然後鷹哥特色產業 然後到一些產地店家去工廠 然後甚至說去做一個DIY這樣子 然後去品嘗鷹哥 就是還不錯的一些美食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一個一日的旅遊這樣子 然後藉由很短的時間 讓你去了解鷹哥的特色跟鷹哥的美好這樣子 哇 這樣聽起來整個一個活動內容 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其實我們七大主題當中 有一個今年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首創啦 就是有一個台日公益現場對不對 那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內容 台日公益現場其實會有這個發起 是主要我們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夥伴大家聚集了 聚集我們一起到日本去做了一個交流 對 那我們在日本認識了非常多陶瓷方面的廠商跟專家 對 那這一次他們也很樂意 就有些專家很樂意到我們台灣來做分享 所以說在台日公益現場 除了可以看到我們本地的一些廠商的記憶之外 我們也有日本的大師來這邊做交流 那他們也有深度的講座 然後也可以在現場看到他們的一些記憶這樣子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也有專門的接駁車 對 就是從我們的火車站這邊 然後我們會到各個點 然後都會到我們的台日公益現場這邊 對 然後大概 應該每半小時會有一班車啦 對 是 所以其實來到英哥 透過這個接駁公車的一個接送 它其實是比較方便的 畢竟英哥區內小停車比較不方便 也歡迎大家嘟嘟的來利用這個接駁公車 那我要考考你們抽考一下好了 那個少女星噴發的繽紛下午茶路線是怎麼樣的內容 它 基本上我們跟在地的一個甜點店家叫日和 我們有一個合作 對 那其實從那邊就可以體驗到 他們的甜點都是當天首做的 是一個很帥的小孩 小...帥的少年做的 哦 很帥的少年 是 然後除了那邊 就是後來 那邊還會有我們的幼藥堂 然後還有陶聚兩個 甚至到安達堯的路線 這幾個場就是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比較噴...算是... 清...文...清風的 對...就是 現在年輕人可能會比較喜歡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說的是少女星噴發嘛 一定非常的一個夢幻美好 尤其是甜點下午茶這樣 對 那除了一點 在幼藥堂的部分 它就是很多 像我們陶聚場的各種幼色 它有非常... 也許好像整面牆有不同的幼色 可以讓大家選擇 就是大家一定可以在裡面找到它喜歡的幼色 嗯哼 是 還有一個大人專屬的微燻路線 大人專屬耶 誰? 誰? 家瑋還是釋剛要來做介紹 因為微燻就想到一定是酒 喝酒對不對 對對 那這條路線就是 除了剛剛我們講到的一些工廠參觀之外 因為那條路線剛好會經過我們鷹哥 唯一的一家正六酒廠 就是合力酒廠 那它也是全台灣第三家的 就是明寧的那種蒸六場 那它裡面有威士忌 琴酒 然後還有那個美酒 那那個琴酒的話 它也可以做體驗DIY 加一些看哪些植物的那種味道 然後做出屬於自己的一些 琴酒的一個風味 對 所以那個是大家 對啊 我們最喜歡的 可以喝點小酒跟大人專屬 對 大人專屬 你可以品嘗一點威士忌啊 一點琴酒 它的味道真的蠻好的 我蠻推薦泥梅味的那個威士忌 因為它的那個威士忌是 真的是從那個蘇格蘭進那個 那個地方的那個泥梅桶 對 進來 進來那個放那個酒 所以它有一個那種淡淡的那種 那種煙燻味 還蠻適合這種 已經中年的滿身 不要成熟啦 不要成熟 是是是是 所以其實 我們音歌不是只有陶瓷對不對 不是只有壽司啊這些 竟然還有酒茶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 每期要配美酒 真的 對 然後如果那個酒杯再搭配上來的話 那更棒了對不對 那再來考一下 絕世網紅一路水到底路線 我覺得這個名字都取得蠻有趣的 絕世網紅 這又是什麼路線呢 家瑋 其實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條路線的話 它是沿著文化路走 那文化路其實 我們玩路火車站出來的話 它兩側 都是有算是 有我們的藝術家創作 有一面的話是由 陳代勒老師他所創作的 他是用道德經 然後可是他是書寫在我們的 法廊板上面 然後書法牆 然後有一整面 然後另外一面的話就是由 楊莉莉老師他所繪畫的 清畫的圖騰 是 那所以我們的觀眾可以沿著這 就是這兩條去走的時候 那去走的話其實 一邊可以往老街 另外一邊就是往我們的 傑作陶藝跟來到我們台花窯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 兩個 沿路的話其實也都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美術館 就是宏偉的 對 其實文化路它就可以走過那個 空廊然後就是 對 那它來到 最後其實有一條路 最後是來到我們台花窯的話 我們其實 我們有一個很自豪我們的長廊這樣子 就是之前也有提供給 model在上面走秀這樣子 其實也很蠻適合大家在那邊拍照 所以網紅是這個意思 可以到桃花有這麼一個長廊 原來如此 應該要找機會去試試看 試試 所以其實六條路線真的是還蠻豐富的 就是符合不同的一個主題 那就是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來去搜尋一下 各種不一樣的路線 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今年 也剛好是這個台灣設計展 在我們鷹哥 在新北勢力美術館來舉行 那其實老街這邊周遭 它也是一個都有展點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好像有特別配合 這樣子的一個台灣設計展 然後新北圈起來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像有設計了一款 不一樣的一個紀念品 就是我們這次我們陶瓷瓦帶來合作會 然後為了我們那個鷹哥產地開放日 然後因為也是搭配的新北設計展 然後我們本身就推出一個共創小物 那這個共創小物就是桌上這個陶瓷的器皿 那它這個造型設計 它是一個杯子跟盤子 但是這個盤子的造型其實很特別 它有點像甜甜圈 對 那其實這個意思就是同心圓 然後也意思代表就是說 它這個是新北圈起來 摳起來那個圓圈的概念 對 它可以蠻適合各式各樣的使用方式 對 擺放 然後這是特定的限定版 那以後 我們這個共創小物也是 我們所有的硬瓦廠商會員 然後不管以後 大家喜歡這樣的造型 這個共創小物的設計 大家也可以買這個胚 然後就是自己帶回去 用自己的右色啦 是 自己去燒 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對 所以家瑋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你手上的這一本冊子 其實就是 紀錄了 今年的整個活動的一個主題 對 其實我們這一次我們叫散步護照 因為我們剛才是說我們的導覽路線的話 其實就是用 用散步的方式去瞭解音歌 那裡面的話其實就是有包含了我們這次的幾個主要活動 那民眾來到我們音歌的話 除了可以了解 利用我們這個手冊了解音歌之外 然後其實最重要是說 後面有我們的集點 對 那我們每個上面就是有我們的特定店家 跟我們每個點 那在上面的話可以在 就是在上面做集張 集張完之後就可以到我們的服務台去換我們的神秘小禮物 對 那同時的話就是在我們這些店家 只要消費買一定的金額的話 我們也會有滿額證的小禮品 可以贈送給我們的民眾這樣子 所以然後重點是我們的散步護照有限 所以當然就是先搶先贏這樣子 是是是那要特別講一下 今年的一個音歌產地開放日的時間就是 10月6號到10月22號 其實時間不是那麼長喔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期間限定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10月份 除了是有國慶日的連假之外 然後再加上台灣設計展 很多的活動都在我們這個音歌這邊展開 所以真的非常歡迎大家來到音歌 一起來認識 深度的來認識我們音歌的一個陶瓷喔 今天也非常謝謝三位跟我們分享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